忽兰 这个问题最好你回答了 你最忙我看我们当中 整天跑通告 那你说这个 看门口大爷的三问 你现在还有空考虑吗 但其实我觉得 没空考虑往往是个好事情 就因为你有空考虑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向哲学 去寻找答案寻求帮助了 就很多人其实忙忙忙 你不考虑这个事情 其实没什么不好 就因为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也在说 你是想当一个这个 无所事事的猪 还是想当一个这个 愁眉苦脸的苏瓜拉底 对不对 你想当什么 我要是能安平得到 当那只猪 我当然想当那只猪了 那只猪有的时候 他一思考吧 他就成了一点点苏瓜拉底 这是非常麻烦的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要是能中日啥都不想 当那只猪安安稳稳的 当然特别开心 但往往就是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我这个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 要到底是为了啥 这就麻烦了 这就开始要从哲学里面 去寻找答案了 但哲学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在聊 其实很多那种 大部头的书 其实也是看不进去的 对 那个B站上面 那个邓小芒老师的 那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500个小时 不太好看的 没人看 就是实话实说 就是这些年轻人爱好哲学 也是去看那个全是睡觉的 想要睡觉去看一会儿就睡觉 就只能看看浅的这个哲学史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就看看哪些画 说这个东西好像对我现在有用 就像看紫超说的 像抓药一样 甚至有些东西是矛盾的 我前段时间是这个心经 我需要这个画 我就拿这个画去慰藉我 这段时间 这个画好像对我有用 就去抓过来 但哲学家其实也特别好 就是哲学家不启示 我们这些爱好者 哲学家还有说 这个什么是哲学 哲学史就是哲学 他这么说 他说你们现在看这些 也是哲学 那挺好的 我也觉得我看的就是哲学 所以说就是各取所需 然后从这个里面 找一些这个精神试量 所以说其实你说这些年 我是感觉说哲学热 经常说又哲学又热 但你说热不热也不好说 你比如说我们这么说 去这个寺庙里面烧香拜佛的人多了 就代表佛教热吗 也不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爱于这个哲学 和哲学史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是算是专业做哲学 那么我觉得因为哲学这门学科 它从最初产生之初开始 一直到今天 它都和科学 当然也和宗教和神学 它都是有很大差异 尤其跟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 它是一门一定要有 确定性答案的这样问题 这样一门学问才叫科学 客观标准 所有人 不管你是中国人 你是英国人 不管你是主张什么样的观点 你都得承认这个 这个刘顿三大定律 承认这个万有引力定律 你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你得出一个观点 跟他相反 那大家肯定觉得你是个疯子 不是个疯子 是个骗子 是吧 这两个问题 但哲学不一样 哲学自产生以来 一直到今天 哲学它是没有定论的 哲学看讨的问题 它是不能在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的 因为它看到的核心问题 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就是超越经验的 我们说的这个形而上的 它的原始的反义词是经验 而不是辩制法 不是这个我们在大学科门里面 学在这个形而上 学在辩制法 对你不是这个 它的经验 形而上就是超越 这个经验 我们中文翻译这个词 翻译得极好 这个Metalph这个中文翻译 当然是日本人 当时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易经》 《周易》里面翻的 叫形而上则未知道 形而下则未知弃 弃就是个东西 比如说这杯子 这个桌子都是弃 而形而上是个道 而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是形而上的 而形而上问题 最大的特点是 不可以在经验中来练证 你不能像这个加速度 像这个惯性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练证 对吧 但是它这个不能练证 所以正是由于它不能练证 所以每个人对哲学问题 这种思考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环境 跟你的背景有关系 你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教养 你在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之中 你自然就会随大溜 就形成那一种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 这些思想 您比如说您刚才讲 这个先而下者为之弃 我就想 中国古代人还讲一个 叫君子不弃 我可能不能理解它 我的理解就是说 人不能当工具 对 那么就是说 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工具 所以在哲学上 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异化 当年马克思经常提 就是说你看 这个工人 怎么变成了机器的工具呢 因为人本来是权活人的 不应该是这样 有灵魂有思想 爱好多元 对吧 一会打猎了 一会谈恋爱了 他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模子 一个工具呢 对吧 那么说君子不弃 可是你看 那天我听你们这个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也很感动 从某种程度上 他们有 你们有艺术性 就是尤其是你像忽兰 他也想表达 表达一些对于社会的思考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主要是要 首先要让观众乐 还是主要是你个人 得以表达 对 那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服务性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服务性的 我们首先要服务于 他必须要让他笑 对 我很感动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是君子不弃 对 这跟这种 那就是说 我们都是主观上 很自觉自愿的 对 愿意作为一个观众的工具 只要我能让您快乐 对 我的价值就实现 对 我很高兴 对对对 但这个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这算不算人的工具化 但其实 因为我们和包括我 其实我就尽量不去纠结说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工具人 那因为你把它给扩大范围 那尼采不是工具人吗 都是一样 那咱们今天在这 不都是工具人吗 所以尼采疯了吗 对 一样 真的活得快乐的 其实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就被赋予了 你要去干那个事情 你就是一个工具人 所以说 那我就不去纠结这个事情 那我既然是工具人 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其实就 就很正常 这可能还是 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都被定位了 是吧 比如我是一个教师 你是一个脱口秀员 这个刘老师是一个作家 是吧 这个文涛 你是一个主持人 是 对 那我们这个每一个行业 它都有它的规范 这个规范要求你必须 首先要实现 这个规范所要求你达到的终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道德 这个时候你必须服从 这样一个职业道德 否则的话 如果你始终要超越这个东西 你就会活得很难受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风子 这样很难受 理睬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它就是不愿意受 任何这种规范的约束 它要打破所有这些规范 它要重新促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 一套新的规范 这种规范是以它心中的理想 为开模的 或者为模式的 这个我们说 我们人很难受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 可以在精神上是自由的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符合某一种规范 某一种职业 某种行当要求我们的一种行为规范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在做一个职业的 这和我自己 我最好 当然最高的精神 是能把这两者融通在一块 一个方面又能够率性地 把自己想讲的东西表现出来 有一种艺术感 同时也果然能够引起观众的热爱发酵 没错 你看我们就找到了哲学 在现代对于个人安身立命 我觉得哲学对我的安身立命 作用非常大 这些思考 比如说当年二战之后 很多哲学家像是那个叫什么 汉纳 阿伦特 就在探讨这种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 一个屠杀的一个工程师 当然那是极端的情况 可是更一般的情况是 我也是个人 我不能丧了良心 你这个良心是属于你这个灵魂 就是你有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比如脱口秀搞笑 对我哪怕就是让观众乐 但是比如说我怎么着 我也不能拿残疾人开涮 这个对吧 因为有些职业你会发现 坐着坐着就丧了良心了 他沿着他这个职业的特性 他如果去到极致之后啊 人性他对他忘了 他忘了 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你看 每一个人你离不开 你像忽兰你肯定也有你的正义感 是啊 我其实觉得我这些年讲 当老师啊 你知道从你当学生的时候 我反正五大讲科还算 但是确实这几十年都还是比较有名气 对吧 但是我老说我有时候在讲 为什么我会自己 我觉得我讲科还讲得不错 受学生欢迎 我后来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说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 如果他首先不能感动自己 他就不能感动学生 所以我每次讲科 我都跟第一次状况一样 我都处在一种 我只要往讲台上一站 我就能够进入到一种这种完全 就是我虽然我说底下观众多少 对我来说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是绝对的 对吧 有时候对我来说 哪怕空无一人 只要我家面有一个人 只要他是个人 我就能进入到一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 我首先忠实于我这样一门 学问我这个职业 要求我做的事情 对吧 而这个事情就是我热爱的 所以我首先得感动我自己 然后就可以感动别人 同样很多大学老师 为什么你在听他的讲科 就觉得好像是赵美宣科 这个听起来未同桥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不能感动自己 他从里面没有快感 他在讲科里面 他得不到一种感受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每天 一到今天我都快70了 我每次只要一站在那儿讲科 我就能进入状态 我觉得我始终 我觉得我很热爱他 所以这样我实际上 就把我个人的这样一种兴趣 和我这个职业要求 我的操守 我觉得就很好的结合在一块 所以我 这状态想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挺难得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 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义 对对对 他把工作跟自己的 就他在工作中 或者在那种工具人的状态下 他找不到一个意义 找不到一个快乐的源泉 就怎么能把这种 身为工具人 就从这种 你进这种社会属性 这个责任的这个同时 你能从中找到意义 找到快乐 其实这是 这个我是觉得 怎么能从哲学中 去找到一些灵感 这个确实 对这个是我觉得挺重要的 这现在有个词叫 专业激情主义 对 您说这个 我觉得在咱们五大 挺有名的 五大老师好像 当然别大学都老师都好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记得 我记得我们是中文系 有一个老师叫李静一 李静一 讲唐诗诵词 对对 因为我不知道他学书成就 我不了解 但是也是学什么爱心的讲课 就因为你看见一个人 特别有机 像很多我们原刁派的观众 我有时候发现 你看我们请一些哲学 甚至请科学家来 他们的反应也非常有意思 他们就是说听不懂 也爱听 就是看见一个人 眉飞色舞 激情满满的 讲着他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 就你觉得他发光 羡慕 他本身 那当时那李静一老师 我记得大家其实契约背什么 就是欣赏他的激情 对对 他自己陶醉其中 而且我看主要是朗诵 对对 他讲到满江洪寒 怒发通关 那个师生之间 就好快乐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 能够 你也讲 我就觉得就是紫巢说的 就是这些观众 他带着自己之后 他觉得说 我天天在公司做PPT 我也不爱做 但还有人能做着 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我听不懂 但是他这么热爱 我就羡慕 我也想像他一样 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对 他们说你做脱口秀 就是说等于自己找着了个自己的理由 就是说又是工作 还能谋生 而且又是喜欢 是 而且尤其是最近一年 我经常做其他事情 发现我也做不好 然后就跟周围朋友说 我说这些都做不好 我就只能做好脱口秀 他们说你什么时候学会POA自己了 对 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2017年 刚才还跟紫涛说的 2017年的时候 10月31号 我跑到德国维登堡教堂 那个是为什么 因为500年前 马蒂努德在那贴出了95条论纲 开启了整个宗教改革 然后开启了整个西方现代化的最早的源流 那是公布可摸 非常重要 当天我们上午去下午摩克尔也去了 德国中文 当时的德国中文 我是2017年去的 他是11517年 隔了整整500年 10月31号 那马蒂努德的人 他有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 他当年在这种极强的高养之下 他坚持他的观点 他当时在这个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 面对着很大的天主教的压力 以及这个神师诺马帝国皇帝的压力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 最后一句话叫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只能站在这里 就是他找到他的思想 找到他的意味 找到他的所有的那种生命所系 所以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我在讲台上 我也主意 这就是我的立场 我只能站在这里 我可能干不了别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能够找到一种快乐 人生说实话 各种可能性 发展可能性都是有的 但是你只要找到了一个属于你的 而且你觉得非此莫属 你可能会这一辈子活得很快乐 享受每一天 沉溺在我自己之间一种热爱 自然有学术之中